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处理的第一宗个案是一个确诊的市区的士司机 他发病之前曾经前往洛马州、深圳湾和港珠、澳大桥等等接载乘客 由于与患者有接触的人数和地点繁多 加上他并没有用过全呼台和手机应用程式 超级电脑可以协助解决追踪乘客的困难 警方在2003年爆发沙士期间首次利用超级电脑 协助卫生署追查病毒源头和散播途径 当时警方的专责小组先搜集沙士患者病发前后曾经接触的人 以及去过的地方等资料 请问陈小姐她病发之后去了哪间医院看医院呢? 我正在大埔拉斗市医院 超级电脑将搜集得来的资料分析 归纳患者的共通点和关联模式 协助寻找病毒源头和散播途径 防止有大规模感染 超级电脑由英国警方研发 用来调查连环谋杀案等的严重罪案 警方1990年引入 最初用来协助调查严重和复杂的罪案 和在灾难支援行动中协助处理伤亡查询 和辨认死伤者 2004年南亚海啸 警方就曾经利用超级电脑追查失踪港人 警方的超级电脑先后两次提升系统 现时使用的是第三代 已经引入先进的图像分析 和传染病追踪功能